看準台灣人愛嘗鮮、愛吃肉的飲食習慣 日韓主打大份量肉食的知名餐廳 相繼來台展店 包括日本鐵盤牛排與韓國鐵桶燒肉 皆以現切技價 站著吃的消費模式 打拼特色和CP值 肉食控快揪團開動吧 三五好友圍著鐵桶 力吞大客韓式燒肉 是新春站著吃烤肉的最大賣點 這家飄香60年的老字號 在韓國當地被選為必吃美食 一開店人潮就一路排隊到凌晨2點 在台北同樣造成爆滿盛況 為了讓台灣人體驗吃燒肉配泡菜的氛圍 也特地於入口處打造小超市 能就近採買白飯 與多達7種風味的正宗韓式小菜 另外走進用餐區 可以看到一個個高大的銀色鐵桶 消烤店引進抽風加強的特色烤爐 並且採歷食吃法 大幅縮減用餐時間 歷食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他吃的速度是特別快的 就像我們點餐啊 到吃完大部分的客人 大概都是30到40分鐘就會吃完了 你可以把燒肉店當作一個中繼站 而不是說一定要安排整個晚上的時間 消費方式採美人一份6盎司的牛肉 選用來自澳洲的牛肝蓮 是號稱一頭牛只有一條的夢幻部位 大塊又具有厚度 一上鐵盤就發出滋滋作響的美妙聲音 會方便入口 會先由店員剪成塊狀 再讓客人動手烤 當肉質染上誘人的金黃色澤 就可以關火送進口中 無論沾取偏甜的特製醬料 還是辣醬 或是咬一口青辣椒 搭配泡菜醃蘿蔔 都十分對味 道地吃法也讓人直呼特別 真的吃很有新鮮感 然後可以吃更多 另外營業時間延長到凌晨2點 也讓夜貓子能大飽口福 另一間厚切炭火烤牛排 光是視覺就相當過癮 日本第一家歷食牛排 Ikinali Steak 是超人氣連鎖餐廳 至今開設多達500家分店 而台灣門市選在三鐵共購的 南港車站設店 符合旅客快速用餐又便利的需求 不過為了舒適度 台灣並沒有設置歷食區 你好 今天想吃什麼了呢 用餐也特別標榜客製化 喜歡軟嫩或是有嚼勁的肉質 吃多大塊全都自己選 牛排現點現切 價格以秤重功課計算 最低每客只要1.7元 消費方式覺得還不錯 因為這邊就是 直接跟師傅這邊接洽 想要幾分熟啊 然後分量多少 而且在日本都要站著吃 可是這邊居然都有位子 就會覺得很棒 目前共提供5款不同口感的牛肉 其中我的樂眼牛排 精選肥瘦各半 帶點金的雙醬樂眼 與油花較多的老饕厚切部位 兩種肉質一次滿足 是目前熱銷第一名 我點的這個是我的樂眼 然後就是它可以吃到兩種口感 它滿厚的 然後分量比我想像中大塊 吃起來還滿嫩的 另外還有超划算的午餐組合 只要320元 吃得到重達200克的嫩煎牛排 與牛肉湯白飯沙拉 是全店最低價的牛排套餐 而且吃剩一半 還可以二次加熱成鐵板牛排炒飯 是專業韜客的私常吃法 對顧客來說 負一樣的價位能吃上兩倍的量 並且嘗鮮牛排新風味 非常具有吸引力